今天是大年夜 预祝全世界华人新年快乐 更要祝愿听众朋友们 特别是大陆的中国人 健康平安 今天为大家播报的内容有 官场意象频现 中共高层惊恐被团灭 大瘟疫有眼 危难中却有救命的灵丹妙药 中国新年前夕 中共官场出现不少异常现象 外界多认为 在中共岛内不满情绪爆棚的当下 中南海恐惧倍增 据中共新华社1月19日报道 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分别以电话房设或委托有关方面 慰问了逾100名中共退休高层官员 名单中排首位者是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 第二是朱镕基 第三是李瑞环 官媒称 被习慰问的退休高官们高度评价了 习中央的成就 并要对习核心中习用户 外界关注到 相较于2022年和2021年的报道 2023年首次出现了元老们对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的表态 另外 今年的报道 只是以历史性成就 历史性变革来形容当前的所谓功绩 相对过去调门降低 时评人李林一认为 2022年所使用的标柄史册等华丽词早消失 可能是因为中共与病毒斗遭遇大败 无数人离世 致使习也不敢把成就说得太过火 而元老们的表态更像是遭到政治胁迫 是不得不表态 当然 有些极力表忠的话 也可能是宣传当局自己加上去的 因为20大出现了胡锦涛被驾离会场的事件 引发中共内斗猜测 当局又需要对外显示所谓团结 李林一说 中共内部面和心不和 其实中共元老很多都看不惯喜的做法 双方的分裂会越来越大 另外 据一评新闻报道 对一个独信枪杆子出政权的政党来说 最大的恐惧便是 枪杆子落入不信任降临的掌控中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18日为新任解放军中部战区司令黄明 颁受上将军衔 这是一年半以来第四位中部战区司令 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共军 2022年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显示 共军的中部战区包括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河南省 湖北省 山西省与陕西省等七个直辖市 与省及行政区的武装力量 中部战区司令部就设在北京市 也就是中部战区的战斗力量 相当于古代的皇室御林军 对于习近平来说 中部战区司令必须是由绝对信任的将领出任 否则若是司令存有二行 从习近平以下的中共高层 就会被中部战区团灭 瘟疫降临三年多 新一波感染潮 乃至恐怖的死亡潮 凶猛席卷全中国 1月16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揭露 大陆疫情严重 中共一直在隐瞒和欺骗 三年多来 中国因疫情死亡的总人数已经超过4亿人 他还揭示 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 中国会死5亿人 也就是说 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 还有一亿人处于危险当中 那么大陆的中国人 以及全世界的人 怎样才能走过这历史性的灾难 平平安安迎接新的一年呢 分析显示 大瘟疫有很强的针对性 就像长了眼睛一样 而这个奇特的现象中 就隐藏着避灾救命的灵丹妙药 中国染疫率数据非常特殊 第一个分析数据就是染疫率 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染疫率远超其他国家非常特殊 中国疫情专家 如中国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等人 达成的共识是 80%至90%的中国人最终都会经历感染 中共当局对此默认 并从动态清零一夜躺平 推行应染尽染 阴阳尽阳的政策 推出疫情海啸 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染疫率远远低于中国 1月20日 本台记者使用谷歌疫情数据统计查询发现 美国当日新增病例数67,929人 病例总数近1.02亿 总死亡人数110万 按美国人口3.32亿计算 染疫比例为30.72% 台湾感染人数约928万 总死亡人数1.6万 按人口2357万计算 染疫率为39.37% 香港染疫人数285万 总死亡人数1.3万 按人口741.3万计算 染疫率为38.45% 印度染疫人数4468万 染疫比例为3.17% 印度尼西亚染疫人数673万 染疫比例为2.46% 日本染疫人数3184万 染疫比例为25.33% 全球染疫人数6.68亿 总死亡人口673万 如果按全球人口78.88亿计算 全球染疫比例为8.47% 全球染疫人口包括中国 但中共通报的染疫人数造假 1月20日仍在显示 病例总数202万 总死亡人数5273 现在已经根本不统计 不报疫情数据了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最终90%的感染率 约为美国的3倍 日本的3.6倍 台湾和香港的2.3倍 印度的28.4倍 是世界平均水平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倍 中共攻击美国是防疫失败国家 但美国的感染率仅为30.7% 而中共扬言抗疫成功 它的感染率却达到了80%至90% 印度、印尼与中国同为新兴经济体 在卫生医疗方面比中国落后 也都经历过疫情海啸 但他们的感染率分别约为 中国的30分之一和40分之一 可谓天壤之别 台湾、香港的染疫比率 在全球处于最高之列 但也远远低于中国大陆 从感染率看 瘟疫重点聚焦 被中共统治洗脑 荼毒的中国大陆 显而易见 中国人出境前后 各国疫情数据限期敲 第二个分析数据是 中国人出境前后 各国的疫情数据对比 从1月8日开始 在病毒传播高峰时期 中共当局却放开出入境管制 日均出境24万人 这引发了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谴责声浪 抨击北京不顾全世界的卫生安全 刻意向全球输出病毒 有些国家开始封锁中国人 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国家 对中国人进出敞开大门 中国很多感染了瘟疫的人 到了这些国家 尽管如此 这些国家的疫情也没严重 也没出现新的疫情高峰 在中国人的十大出境游目的地当中 有9个国家的疫情感染率反而下降了 据协程近日发布的2023年春节旅游市场预测报告 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目的地分别是 澳大利亚 泰国 日本 香港 马来西亚 美国 新加坡 英国 澳门和印尼 其中中国新年期间赴墨尔本的旅游订单 同比增长超50倍 曼谷增长超10倍 使用谷歌搜索上述十大目的地 以及意大利发现除泰国外 其余使国或地区疫情都在回落 以美国为例 2022年12月31日的感染人数 7天平均值为52,861 2023年1月7日的染疫人数 7天平均值为75,429 1月8日之后 中国大陆游客纷纷前来 然而2023年1月15日的7天平均值 却下降到了54,400 除泰国之外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染疫人数都在下降 这至少说明一点 病毒没有随着中国大陆游客的足迹四处传播 其实不少出境游的中国人是感染了的 例如2022年12月28日 意大利的一位卫生局局长贝托拉索披露 在游中国飞往马尔彭萨的第一架航班上 62名乘客中有35名乘阳性 而在第二架航班中 120名乘客中有62人乘阳性 也就是说很多感染的中国人到了国外就自然好了 现代科学难以解释 大陆80%至90%的超高感染率 而游客来到境外 这些国家的疫情没有出现上升趋势 大部分反而奇迹地下降了 很显然 疫情是有针对性的 是针对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及其党徒而来的 大家都知道南居北纸这个成语 甘甜的南方直局一直到淮北就变成了酸色的纸 同样的中国人在脱离了中共的控制之后 到了国外 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了解到了中共根本不把人命当回事的残暴之后 就逢凶化吉了 在全世界疫情大爆发之初 2020年3月19日 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开示 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 有目标而来的 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 通过上面的详细分析可以看到 大瘟疫有眼 确实是冲着共产党来的 那么怎么在瘟疫中幸存下来呢 除了常用的意料手段外 在思想上 李大师在同一篇文章中开示 远离中共邪党 不为邪党站队 这就是最好的灵丹妙药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兔年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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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